新竹县发展科技产业 AI园区成功招商 民众也关心卡关了20多年的 台支园区有没有进度 县议员蔡之环 今天在议会总质询就提出来 县府回应目前建设用水计划 已经获得自来水公司同意 土地征收有95%的地组同意 将加速推动 AI智慧园区成功招商 为竹县带来4000个就业机会 民众也关心 卡关超过20年的台支园区 有没有进度 县议员蔡之环 今天在议会提出质询 因为我们历任了四代的县长 那么都没有办法去完成 那么在洋文科县长的时候 大家抱以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针对台支园区这个议题 做了多少 那么有多深入 让民众能够放心吗 所以民众在这一段时间 不断的来跟资环来投诉 那么也来建议 洋文科县长是不是要亲自站出来 跟民众来做说明 台支园区104年经行政院认定为 国家重大建设计划 预计征收竹北和丘林两个行政区 共435公顷土地 要作为高科技产业专区 交大竹北校区及住宅区 目前计划已召开到第13次专案小组会议 建设用水计划今年获自来水公司同意 现阶段县府已获95%地主同意开发征收 并持续与反对地主进行沟通协调 要加速计划推进 台支园区除了是新市政开发 未来也是交大研发创新园区 达到产业技术经济提升效益 能为地方带来繁荣和发展 那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计划送到内政部来审查 我想这个如果中央再不通过会被 会一笑大方 没有人开专案小组开13次的 不再送到大会去给他通过 所以我们也感谢我们林思敏立委 他在立法院也咨询行政院苏贞汤院长 那苏贞汤院长也答应尽快来办 关心台支园区进度 蔡之环也关注主北塞车和大众运输路网问题 希望有效解决交通拥塞 让民众通勤通学更顺畅便利